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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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名字叫做哈勃望远镜 小朋友们,你们平时也有用过望远镜去观察远处的东西吧 但是啊,这个哈勃望远镜跟我们平时用的望远镜不太一样哦 它是一个飘在太空中的巨型望远镜 而且看到的东西可比一般的望远镜远的多呢 哈勃望远镜主要是用来观测宇宙中很远很远的星光 你们看,哈勃望远镜还给我们拍了好多好多宇宙中的漂亮照片呢 除了人造卫星和哈勃望远镜之外 人类还造出了火箭、载人飞船、还有航天飞机 今天孤必带小朋友们遨游太空 也是因为有了这艘能载人的宇宙飞船哦 不仅如此,人类还在太空建房子了呢 这个小房子叫做空间站 来外太空旅行 或者来做研究的宇航员们 都要来这里珠商一阵子呢 不过呀,在太空里生活和在地球上生活 可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哦 那今天我就带小朋友们去空间站里做做客 赶紧准备好,我们要进入空间站了 哇,我们现在已经来到空间站了 你们快看,在这里我们都是会飞的耶 想去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飞着去 太好玩了 但是小朋友们不要以为在空间站生活很容易哦 我们平时在家里睡觉、刷牙、吃东西 都觉得非常简单 但是来到太空之后 这些都变成了一个大难题呢 因为我们在太空中都是处于一个漂浮的状态 所以啊,当宇航员们睡觉的时候 身体会自己飘来飘去 有时候啊,还会不小心撞到头脑 然后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躲进空间站里固定的睡袋里面睡觉 这样就不用担心睡着的时候 身体在空间站里飘来飘去了 起床之后 宇航员们接下来要做的事和地球上的一样 就是刷牙 刷牙的时候 他们得从水袋里面挤出一滴水 再放进嘴巴里 咦,这滴水竟然也是会漂浮的呢 水在太空中会聚集在一起 凝结成像果冻一样的形状浮在空中 而且啊,宇航员们还会在空间站里自己种植植物和蔬菜哦 哎,你们猜,去过的太空的蔬菜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呵呵,他们去完太空再回到地球可是会变异的哦 看,这些大大的南瓜就是太空蔬菜了 因为太空中没有氧气也没有重力 变异之后,他们有的就会变得特别特别大 而且啊,还变得特别好吃呢 除了日常生活之外 宇航员们在空间站里还会自己做运动,做实验 有时候啊,还会穿上宇航服 跑到空间站外面 看看脚下美丽的地球 在太空中休闲的漫步呢 去空间站做完课,我们回到宇宙飞船里 现在古比要问你们一个问题 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我们在地球上可以在地上跑步、跳跃 而在太空中却只能飘在空中呢 呵呵,其实啊 那是因为在地心里住着一个神秘的大力士 它会把地球上的所有东西都往地球中间拉过去 它的名字就叫做引力 我们能在地上行走 东西会掉在地上 水会往低处流 都是因为引力的作用哦 刚刚我们离开了地球 受到的引力变得很小 我们也就能自由地在空中漂浮了 而在太阳系里 同样也是有引力的哦 因为太阳有引力 所以八大行星和其他无数的小星体 才会聚集在一起 一起围绕着太阳转圈圈 形成了大圆盘一样的太阳系 咦,不过既然地心里的大力士 老是把东西往地上拉 我们又是怎样把人造卫星小士兵和空间站送上太空的呢 呵呵,答案就是火箭了 和万户飞铁一样 我们想要飞上蓝天 也是要依靠火箭 不过我们现在的火箭和万户的火箭相比 力量和速度都打得多了 所以当火箭发射的时候 地心里的引力大力士就不够力气抓住它了 火箭的力量克服了引力 也就能顺利地飞上太空了 快看 现在就是火箭要发射的样子了 火箭标的一下 就飞快地飞上天空中了 不过飞上蓝天之后 火箭觉得身上的小配件太重了 它就会先把身上的两个小配件给脱掉 等飞上太空之后 又会脱掉另外一个小配件 然后慢慢地 火箭就把身上的小配件 一点一点都脱完了 咦 那这些小配件被脱掉之后 都去了哪里呀 它们完成了使命之后 有的留在了太空中 有的则掉下了地球的表面 不过小朋友们也不用担心 这些掉落的小配件会砸到房屋 这些小配件都乖乖穿上了降落伞 而且它们也只会掉到大海和没有人的荒野中 今天我们想要登上太空 都要依靠火箭 火箭就像一个勤劳的快递员一样 老是安全地把人造卫星 飞船还有很多物资和燃料送上外太空 帮助我们继续研究宇宙的秘密 好了 今天我们去太空中 见识了一下 人类这些年来为了了解和研究太空 所取得的伟大成果 现在我们知道了 为了登上太空 看看蓝天之外的世界 人类花费了很久的努力 才有了今天的人造卫星 火箭 哈勃望远镜等等 还在宇宙中 建了一所能让人类生活的大房子空间站 不过啊 在宇宙中 因为受到的引力很小 所以我们一直都会处在漂浮的状态 而我们想要离开地球 就只能依靠火箭的强大力量 克服地球的引力 直到今天 人类都还在一直探索宇宙之外的世界 一直在寻找第二个 能让我们居住的地球哦 那今天 我们的神秘宇宙探险之旅 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一站 务必再带大家去月球上做客 看看嫦娥和她的小兔子 是不是真的在月亮里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